包括比利时和匈牙利等国在内的欧洲多国国防部长 19日在由法国主办的欧洲防空战略会议上 签署了联合采购法国西北风防空系统的协议书 而这项合约也意味着这几个国家认同法国政府一直以来的倡议 也就是发展欧洲自治的防空系统技术 不少外媒认为这场交流论坛象征法国正在挑战德国 去年10月在北约联合另外14国发表的欧洲天空之盾强议 马克宏更是在会议后直接了当地指出以德国为首的部分 欧盟国家有着错误的观念 因为这些国家不想等待欧洲自产防空系统的开发 并且认为从美国以色列购买现成的系统和设备是更有效率的做法 对此德国国防部长佩斯托瑞斯也发表了意见 这场战略会议意味反映出了欧洲内部对于发展军备 以及促进欧洲产业基础上存在着意见分歧 而这也代表欧洲各国对于如何因应俄罗斯威胁 看法也有所歧异 欧宇新闻是不是宣传播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还宇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